我好想拿金牌冠冠 想拿劍的金牌不是问题 但你知不知道爹地妈咪在背后投资了多少钱 可能差不多100万 这位小朋友一来就浪费 学劍七年用了100万 最新研究说现在要养大一个小朋友 通胀大约要600万 如果按照这个广告计算 那不是接能养多个小朋友 都不便宜 都不为数字 我想平均来计算 一个月2000-3000港元 学费大概一个月都是两三千元左右 因为小朋友都快大 所以都要挺平衡 其实可能一年左右 就要换一套新的衣服 一万三千左右 可能我现在专业 因为比较大 我都要用一些好的剑 就是一千多元 我的衣服都是差不多的价钱 花这么多钱 家长们会很大压力呢 都有一些压力的 是的 大小朋友喜欢 多少钱都没问题 其实最初入门的门栏就不是很贵的 如果他买了有面罩 衣服 属于自己的剑 大约都是二千多元 他已经可以有整个装备 就是去比赛了 当然他们打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器材都会有些要求 简单 如果把剑刺下去的时候 柔软的程度 有些同学就喜欢软一点的剑 有些同学喜欢硬一点的剑 他们开始就有不同的要求 变成了 可能家长在那时候的花费 就会大一点 因为他们会追求一个质量 如果真的去到买了整套服装 可能是欧洲装备的时候 可能就会大约是万多二万元 那个价钱可能是几倍的分别 高级版装备和入门版有什么分别呢 例如衣服的话 可能他们的弹性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透气程度都会高一点 另外一个分别就是 如果买到这些高级版 其实保护程度又再会高一点 一般服装可以抵挡 三百五十牛吨的力 如果你买到这些高级版的衣服 就可以抵挡到八百牛吨的力 那个意思就是 如果当一把剑断了的时候 其实也有足够的抵挡力 就是不会刺穿这件衣服的 其实痛就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的力 就是要几大力去刺穿这件衣服 三百五十对于一般来说 小朋友打比赛的时候 那个保护也都已经是相当足够的了 然后我就会为大家讲下不同的剑 例如一把普通入门级的剑 就大约三百零四百元 如果是一个贩质好一点 都是说外国的品牌的话 就大约二千多元一把 可能有些人都会问 剑硬一点软一点 其实是不是因为价钱 是便宜一点和贵一点的关系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因应着剑手的打法 去做一个选择的 剑击在以前是属于贵族活动 但随着近二十年 亚洲各国经济起飞 多了很多家庭 让小朋友学习剑击 以香港为例 全港学剑击的人数多达二万人 年龄由中学阶段提前到小学 再到幼稚园 甚至三岁已经学中 其中一个原因 是传统名校非常重视剑击运动 令到学剑 间接成为入读名校的途径之一 很多学校的校长赞成那些小亿的小朋友 我其实都是问他自己想有些什么 课如活动想参加 让他选择那几天 他自己选择的 最重要是他喜欢 和可以找到一个兴趣 继续坚持下去就会很好的 我们夫妇 大家的考量都是想他们 如果喜欢什么 就去扩阔一下 自己学习多一点 不要只顧着上学 首先要问小朋友是否想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家长想 其实小朋友 不想的话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喜欢剑击 可以攻击其他人 我喜欢剑击 拿着把剑好像骑士 因为我觉得 拿着把剑 拼来拼去很帅 不是我想学剑击 是因为妈妈叫我去学剑击 是我爸爸想我打 他觉得我手上的拳 很有价勢 可能可以打得很好 因为我想像张家朗那么厉害 我想拿奥运冠军 现在你看到香港三个人的底部 是大了很多 所以是参加剑击的人数 多了很多的时候 所以慢慢反而是 一路一路走着走着 可能小学之后 有少了一些运动员去玩 中学又少了一些 可能到大学出来 工作又少了一些之后 到最后尖尖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现在 香港最顶尖的那批 运动员的时候 就是在香港岛里面 而且也是因为是这样走的时候 香港的运动员 其实现在你看到 剑击队的成绩是可以 这么辉煌 可以形容为 反而现在是因为 这个三个人的底部 真的比以前多了很多 上一届奥运有张家朗 今年是张家朗再加江文蕙 所以成绩是这样走出来的 其实我那个年代学剑击 其实剑击也不是很普及的 我其实真的 一个幸运机缘巧合之下 学了一年之后 我参加了这个中学的学界比赛 我记得当时就是 拿了冠军 拿了冠军之后 就给了现在的老闆 王校长 当时因为校长 其实就是香港队的教练 他见到我在劍击方面有可能性 当时我就开始 进入了香港队 就是在我的运动员生涯 后半段的几年 有机会跟江文蕙 就做了队友 因为当时他刚刚由 青少年时期 就去到可以跟我一起打 年纪的比赛 就跟他做了几年的队友 杨翠玲在接近20年 劍击运生涯里面 拿过很多奖牌 现在退役了 他有什么打算呢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有两个计划 一就是教书 二就是做教练 所以我自己 是修读了浸会大学 一个体育管理的课程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 体育管理的行政工作 也读了一个教育的文憑 所以我也可以去到学校里面做老师 另外我自己也有考的 劍击教练的一些牌照 所以我又可以做劍击教练 最后我选了做教练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自己经历过的比赛的一些经验 我学到的一些技术 我都很希望是可以分享出去 再陪到一个金牌选手固然开心 但是如果失败呢 是不是就是代表了腐朱流水 我觉得劍击是很神奇的一个运动 锻炼到的是磨练到的意志 是一天里面要打那么多场赛事 由分组去到决赛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 根皮力尽去付出了整天的 由早打到下午或者打到晚上都试过 因为你可能初赛或者分组赛打得不好 但是你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情 所以抗压能力那些东西是学习到的 小朋友 有没有长也好 都是输赢也好 起码给他的经验 出去跑一下也好 给他知道输了是怎样 赢了是怎样 家长一定要有耐性 因为劍击是一个竞技上的运动 一定有赢有输 而且很多时候输的机会大过是赢的机会 因为赢就只有一个 就是冠军 所以一定要接受到输这件事 而这件事要有耐性 因为可能一个运动员是输很多次才会一次赢 一定要接受到小朋友暂时不得的心态 但就不要觉得小朋友一定得的 但家长就不要好像付出一定要等于收获 其实有时体育运动是真的很难 可以写一个等号在中间 如果其实不成功 不代表你付出的时间 或者付出的金钱就好像白白洗了出去 我投资了出来 原来我的小朋友的个性好了 储蓄能力强了 心理质素更高了 面对困难的能力更高了 其实这些是一个很值得投资的东西 因为钱是买不到的 是我做完运动员的时候 你回望回来就是 我所经历过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过 而这些经历是非常之特别 例如我可以有机会去参加不同的比赛 当中有成功失败的时候自己怎样去面对 或者很想参加奥运会最初第一次的时候失败 但自己要再去挑战的时候 怎样可以从失败里面再站起来 然后去到自己想做的目标 其实这些这么多的经历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自己想起也是值得的 如果我再选一次是否做运动员 我都觉得我会选择是做运动员 因为其实这个人生真的很精彩 其实我经常都说了 牌是一天而已 第二天你不是冠军的 是吧 好了 但是你学到的东西是终身 是终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之 非常之值得投资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很容易走 明镜是需要了 还有观看 感谢观看 是终身心呢 也是我们能够吹我们的 那么你能够吹我们就不会 кому很有名的